你明白的讲出来 怎么样来带领 你既然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你要带领台湾走向哪里 两岸的问题是无可避免的 你必须要去面对它 要成为领导台湾的人 两岸对话议题 屡屡成为必考题 总统选举进入倒数阶段 商总理事长许舒博 向候选人喊话 台湾民众的忧虑 你必须要把它降低下来 你当一个总统家 还是增加了台湾人民的忧虑的时候 那你不能来当这个总统 继中国大陆对台 寄出贸易壁垒 时长达到大选前一天 还有外界担心的ECFA 是否有变动 许舒博表示 两岸贸易是依存也互补 不至于全面取消 但有可能逐项检讨 对岸仍是有意愿振兴经济 他们现在需要台商 他们需要更多的台商 去支持支撑大陆的投资 让投资来支撑他们的就业 所以我认为 他需要台商的同时 他很多的贵台政策一定会再出来 中国大陆判践新国内经济 许舒博认为台商是一大助力 而两岸经贸相互依存 不过面临未来国家领导人 设想将台湾走向哪一种未来蓝图 都免不了清楚表态 既定的必修课 那就为此听见梁海耀 台北相报道 一切都应该 我认为台商 我认为台商